主料,莲藕200克,辅量,柠檬半个,蜂蜜二勺,枸杞时刻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莲藕写净,用刮皮刀刮去外皮,用刀从莲藕的横截面,顺着莲藕的长度,切成薄片,锅里的水烧开,切好的莲藕片放入锅中,大火焯煮大约1-2分钟至莲藕短生,捞出莲藕片, 立即进入冰水中备用,柠檬用淡盐水搓洗干净,用手反复揉捏柠檬数次,柠檬对半切开,手握柠檬用力挤出柠檬汁,柠檬汁里加入蜂蜜,蜂蜜的甜度掩盖住柠檬的酸味即可,莲藕片离干装盘,枸杞点最上,将蜂蜜柠檬汁浇上去,烹饪技巧,莲藕营养很好的,尤其是和体肉的人食用, 可以提高抵抗力的,这个莲藕要放个半天后会比较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